新北市三峡市三大古庙之一的新龙宫 是拥有超过240年的历史 由于空间狭小不服使用 民国110年庙方推动重建工程 日前是举行了圣粮典礼 副市长刘和然前往参拜祈福 并与信众一同见证历史时刻 前程上相助到祈求功臣平安顺利 创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三峡新龙宫 坐落于三峡老街上 因为庙庭狭窄而又麻糟店的俗称 加上寺庙主体历经岁月损会 民国110年庙方决议推动重建工程 我们各位加快关心 向前来进去菜团 请接牌 谢谢 两树环环上升历经三年时间新建 工程邁入新的里程碑 新闇市副市長劉和然 几多位民意代表等 都親自出席典禮 平行秋廟 近200萬以來 如果我們團團搞得很好 把我們團團搞得很好 所以我們三甲老街 一直維持幸運 永遠都是這麼的幸運 所以對於今天 我們來大家來講 今天善良就代表 我們的主體工程 就要慢慢好了 慢慢再來我們把細部 施壓給擁有好 未來我們的三甲老街 跟我們的新龍空 跟三甲老街就會融在一起 顏色選材特別融入 老街街區意象 整體工程經費高達7億元 預計後年正式落成啟用 成為老街型亮點